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就能告诉你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上下车要按顺序排队 可一个成年人却经常跟你说 罚不责重 挨罚的一定不是你 可见一个人的心智成熟与否 和年龄没有什么关系 经常有人问我 心智成熟的人应该怎么样 自认做得不好 所以往身边的人身上找了找 我发现心智成熟的人都有三个特点 先说一说最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 两个过去关系挺好的邻居撕了起来 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剧委会拍了好几拨人来调解 还是没完没了地折腾 原来其中一家老两口养了一条泰迪狗 那只小狗我见过 才几个月大 成天蹦蹦跳跳的 活泼得不得了 我一直觉得老人养狗 是子女不在身边特好的一种情感寄托 可没有想到 因为这条小狗 二老每天都要遭受邻居的白眼 二老的邻居是一对80后的小夫妻 妻子特别怕狗 看见狗就躲得远远的 可是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 就算再努力地躲避 也难免有一个面对面的时候 不久前 一次电梯偶遇 吓了怕狗的小姑娘一跳 她的丈夫冲到前面就要踹狗 和前不久热议的新闻事件 何其相似 可是老人特别有礼貌地 一边道歉 一边抱起小狗 从那以后 这对夫妻就不依不饶地 在小区里逢人就说 这年头养狗的都有病 人还养不活呢 还养狗 他们甚至想组织小区居民 写了一个联合声明 抗议社区养狗 当然 并没有人响应 邻居一个二孩妈 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家孩子 都不玩拉帮结派这一套了 这对小夫妻大概也不知道 自己已经默默地成为 社区里幼稚的典范 小区里不喜欢宠物的 甚至害怕宠物的人有很多 但是他们从来都很尊重 别人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 这个小区的原因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 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没有一种闲言碎语 可以成为舆论暴力 有时候你问他们 真的能接受那些 巨大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吗 他们会潇洒地白白手说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这有什么大不了呢 所谓成熟 就是一个离必须 越来越远的过程 能接受的人越来越多 看不惯的是越来越少 不再用自己的三观 衡量别人的言谈举止 也不再制造舆论 来强迫别人改变 这些年随着事业的发展 朋友越来越多 认识的人也越来越杂 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 一定要和心智成熟的人 做朋友 否则容易早摔 判断一个人成熟 还是幼稚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幼稚的人眼里只有自己 成熟的人眼里有很多人 不是伪装 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一个朋友 每次老师提问 得不到回应的时候 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说一些颠三倒死的话 每次饭桌上 有人讲了冷笑话 他总是第一时间 站出来暖场 小时候 我特别不喜欢这些人 觉得这种人爱显摆 唱高调 成年以后才发现 他们其实 只是比你长大的 更快一点 说个很多年前的故事 那时我初入职场 意气风发 和朋友们在一起 也总是喜欢侃侃而谈 有一次 我们几个新人聚会 大部分都是海归 聊的都是在美国的各种日常 不时有人讲个笑话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丝毫没有注意到 桌上有一个 没有出过果的北京姑娘 尴尬地坐在人群中间 不停地喝水 只有一个姐姐 发现了这一点 恰到好处地 转换了一个话题 来来来 都回国了 咱说点实际的 话说 北京哪有好吃的呀 突然 所有的目光 都转向了 那个北京姑娘 大家一口同声地说 这事儿 得问咱们老北京啊 于是 终于有一个 他能发挥的话题 这些年 经常有人问 怎么才能提高情商 每到这时 我都会想起这个姐姐 情商 其实没有那么高大上 只要你多替别人想一想 就自然能够 体谅他们的不义 心智成熟的人 有超越自己的眼界 高情商 可能真的只是一种 副产品 心智成熟的人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情绪稳定 预示不及 心态特别好 很多人不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 可如果你身边 都是这样的人 不知道会爽成什么样呢 有一次和同事 在机场办登机 前面排队的是一对 小情侣 穿得花质招展 有说有笑 一看就是去度假 听他俩聊天 女孩第一次出国 既紧张又兴奋 不停地拉着男孩 问着问那 男孩总是耐心地说 放心吧 有我在 眼看着 就要轮到两个人 办登机 女孩突然 啊地大叫了一声 紧接着 就嚎啕大哭起来 没戴护照 所有人都吓傻了 男孩愣了几秒 走上前 轻轻拍了拍 女孩的肩膀 说了一句 没事 咱们赶明天的票 这一说 女孩哭得更凶了 票早就没了 走不了了 越说 哭得越凶 男孩一点没气了 还是像模像样地劝她 没事 夏威夷去不了 咱们可以去顺意啊 我跟你说啊 顺意好玩的可多了 咱干脆在旁边找个酒店 晚两天再回去 女孩气质气质就笑了 一旁的看客里 男人默默地低下了头 女人哀声叹气 和心智成熟的人 谈恋爱有多爽 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深夜食堂里有一句话 特别打动我 所谓成熟 就是明明该呼该闹 却不言不语地微笑 就像那个男孩 不是不沮丧 不失望 只不过 比起那些错过的风景 他对他来说 更重要 阿甘说 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 是越来越宽容 什么都可以接受 相反 我觉得那应该是 一个剔除的过程 知道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而后 做一个简单的人 一个人伸到骨子里的成熟 其实就是简单 所谓简单 就是眼里 没有那么多得失计较 见不惯的人少 看不开的事少 只考虑自己的时候 也少 最后说一句 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既要学着做一个成熟的人 也要远离 不成熟的人 只料太吵闹 你出现的刚好 发烧微微敲 路过我的心跳 再也忘不掉 你就像清风环绕 咽下的午后 邂逅 你的街角 一鸣嘴微笑 带着甜甜味道 牵你的手 想带你环游宇宙 请跟我走 不准你回头 似水温柔 我要一生占有 请跟我走 不准你挥手 贴心问候 你要每天享受 请跟我走 不准你回头 你就是我 终身唯一守候 请跟我走 不准你挥手 我抱着你 寂寞岁月沙漏 勇气的人潮 一眼就能找到 你说人好巧 就像爱的讯号 再也逃不了 要让全世界知道 Oh baby 晚风轻轻摇 飘来你的味道 你挽起眼角 比营火还闪耀 你也伸手 打伤 我的掌心头 Oh 请跟我走 不准你回头 似水温柔 我要一生占有 请跟我走 不准你挥手 贴心问候 你要每天享受 请跟我走 不准你回头 你就是我 终身唯一守候 请跟我走 不准你挥手 我抱着你 寂寞岁月沙漏 请跟我走 不准你回头 似水温柔 我要一生占有 请跟我走 不准你挥手 贴心问候 你要每天享受 请跟我走 不准你回头 似水温柔 我要一生占有 请跟我走 不准你挥手 贴心问候 你要每天享受 请跟我走 不准你回头 你就是我 终身唯一守 请跟我走 不准你挥手 我抱着你 寂寞岁月沙漏 我抱着你 寂寞岁月沙漏 明镜月沙太阳